這個情況發生在昨天凌晨 這名男子他是拿著板手 鬼鬼祟祟的躲在板橋路旁邊 要偷拔路邊的機車車牌 原警看到上前詢問 他還說跟車主是好朋友 想要對對方惡作劇一下 但是原警叫來車主才發現 這兩個人根本就不認識嘛 那這名偷車牌的人 主要是為了規避交通違規舉發 所以他就乾脆索性 想要偷拔別人的車牌 掛在自己的機車上 男子在路邊偷拔別人的機車車牌 還說這是朋友的車 但連朋友叫什麼名字都回答不出來 機車車主到場一點錯愕 剛剛他被警方通知 有朋友要拔車牌惡作劇 但兩人根本就不認識 事情發生在新北板橋7號凌晨 有名男子行機 鬼祟的拿著扳手 想要拔停在路邊的一輛機車車牌 原警巡邏時發現狀況不對 上前詢問 林姓男子辯稱 其實他和車主是好朋友 拔車牌是為了要惡作劇 這大膽的偷車牌賊 竟然就在車主家門前開拔 根據警方了解 其實林姓男子是為了要躲避交通 違規舉發才會意想天開 想要偷別人的車牌 掛在自己的機車上面 沒想到卻被原警抓個正著 當然不會相信他的片面之子 以及聯絡車主到現場查看 車牌差點被偷走的車主慶幸地表示 這台機車是他新買的 好在有及時發現 全恩訊後將林姓男子一切到最嫌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張宣欣北報導